台湾第一部 以唱片公司为主 以一个厂牌为主的纪录片 我会觉得这部是一个恐吓片 就觉得它好像没有什么步数 但是你会觉得 它的天马行空 还有很多的多元的音乐 都可以在里面 可以被满足到 得奖的是 浩文佳佳 南王姐妹花 陈建宁 在二十年前就开始做一些主流唱片 不想做或者是不愿意做 或者是他们看不到的东西 很多的歌手 他的第一次都是跟我合作 比如说最有名的五月天 小黄旗 你是把那些破处的男人 对对对 你为什么形容你现在的状态 你为什么形容你现在的状态 你为什么状态 怎么想 说实在我不是很好的投票 你要先有事实才有理想 你要先赚钱 要赚钱 懂吗 不是一直做唱片 一直赔钱 没事 没事不要乱开公司 妈妈 把自己累死 我还说白天 没有什么出团了 都逼得出信任你 喂 西洋兄 有一件人生重大的规划 想说要找你聊一下 结束很好 你张四三也不是只有脚头 某程度我在拍四三 在面与中年危机的这种状况 然后犹豫公司要不要卖 或是要不要收的这种情况 那我觉得观众应该也可以在里面可以看到 你如果碰到跟他一样的状况的话 你会怎么做 如果我卖给大陆 大家会怎么想 又来了吗 哦 四三卖台 这个你避免不了啊 这里有那个海洋版权卖掉 如果给中国呢 这个我财产因为很大 除了大陆有钱买之 台湾有谁要买啊 不一定啊 郭台铭 哈哈哈 脚头20年 其实有一部分 并不是说他音乐卖得多好 或者是他音乐影响了谁 其实他有一部分 他是利用创作者 勾勒出台湾竞争20年来的一些 从刚才你讲的 威权到民主化的过程 他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如果我这样形容 我觉得他很像是一个 给台湾音乐的一个情书 你在里面可以看到你的青春 你也可以看到你的中年的困顿 甚至是你想要 积极地去寻找出口的状况 我觉得有点像是 台湾现在的某种的面貌 因为每个片子 如果你喜欢的话 我觉得他一定要让你看到 自己 我看了都流泪了 因为我觉得 做一件事情 可以做20年 直做成这样子 我真的觉得 真的很佩服 还好有四三哥 还好有脚头 觉得很有温度 希望你们可以继续 创造出更好的音乐 回顾自己之前的青春的感觉 虽然我们不认识 可是也很想跟你说 就是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吧 为什么要来看这部电影 你的台湾要有脚头才能完整 向右转 然后向右转 我现在小了 这都没有向右转 你看我们向右转 不想的路 我自己走 我走行 这都没有